今日金报要带您来看到又发生有青少年无照驾驶抽开车 结果发生车祸撞死人 这新北市一名刚满18岁蔡姓男子 他偷开爸爸车子出门 结果和一名骑着重机的父姓骑士发生车祸 甚至这一撞整辆车还撞进了旁边的民宅 而这一起车祸也造成这一名重机骑士 送医之后伤重不治 根据警方初步了解 这一名肇事年轻人 他是和爸爸一起在做装潢 但是偷开爸爸车子出门 而且还无照驾驶甚至撞死人 对此呢少年爸爸说他非常的抱歉 会到医院和骑士家属来道歉 同时在撞毁民宅部分也会全额赔偿 十字路口重机和民车发生对撞 虽然视线不是很清楚 但还是能看得见 汽车碰撞后瞬间弹飞往前滑行 骑士惨摔在地头部重创 而民车撞进路边民宅 车头塞进铁卷门 怎么开的屋主看到也傻眼 是隔壁的告诉我们 他说有听到很大的撞击声 他出来看说 那个铁门已经被撞坏了 还好民车还在装收家里没有人 屋主一早再回到现场收拾善后 车祸发生在新庄新北大道七段上 驾驶一路直行 而骑士违规左转 两车发生碰撞后骑士连轮带车 往前滑行约五十公尺 伤重不治 车祸造成伤亡 还阳紧民宅 警方调查驾驶根本不该开上路 也没有驾照还偷开老爸的车 爸爸语气满满无奈 儿子满十八岁没有多久和他一起做装潢 也是第一次儿子偷开车出门 虽然在车祸中上是比较心怠 还是要开刀 而被他撞上的重金骑士 年纪轻轻混沌路上 一个偷转一个无照 照顺责任有待或许理清 记者愿为参观联益心 不是报道